提升失智症患者的饮食品质 门诺寿风失智照护联合服务中心 结合了营养科 共同推出了甜点拙力 挑选12道长辈们喜爱的甜点 不仅改良配方比例 还教导民众利用家中现有的营养品 来加入甜点制作 让长辈们不仅吃得开心 也能够吃得营养又健康 门诺寿风失智照护联合服务中心主任 表示忘记吃饭不确定有没有吃饱 忘记吞咽 吃饭速度变缓慢 失去对食物的喜好 据食等行为都是失智症患者 随着病程发展而常见的症状 如果挑起长辈的食欲 而非依照鼻胃管来进食 对于失智症患者的照护 以及生命品质显得格外重要 在饮食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营养蛋白之类的 可是如果太营养的时候失去美味 老人家也不喜欢 因此我们才会有一个发想 如何在一些点心或者食谱上面 可以经由我们比较了解营养状况的 医疗营养护理这方面研发一些食谱 那现在是第一批了 那你看他都会看到自己点心类的为多 烘焙类的为多 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持续的一些 其他的那个中西式甚至日式的一些料理 大家敬请期待我们后续的一个发行 门诺寿峰分院长表示 失智照护联合服务中心在过去两年 举办失智好好吞烘焙工作方 由营养师规划 藉由调整各种材料的比例 设计帮助牙口液组绝 容易吞咽的烘焙方法 提供社区据点照顾服务员 家庭照顾者帮吞咽困难的试制者参考 烘焙食谱拙力 首批印制了850份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分院来诧询所取 收封分院这个营养室的营养师里面 特地针对着这些 需要特殊的饮食状况的这些 住民或是我们这些长者 设计了一份营养的食谱 能够供应各个不同的状况的 这个需要者的这个需要 我们特别请营养师 在根据各种不同的状况 来设计这些的必要的一个餐食 除了甜点 门诺寿风师制造户联合服务中心团队 也正在研发各种中西式与日式料理 以提高可口性与长辈的接受度 鼓励长者有口进食 延缓失能的进程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